就在最近中国大陆媒体曝光了一起发生在四个月前的网络警察受惠案 海南海口市的一名网警大队长利用他监控网络舆论情况的工作便利 先后数百次的为外地网警删除当地政府机关还有官员的负面帖子 收受贿赂近百万元 案件曝光之后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国大陆舆论监控的关注 同时这个网警受惠进行有偿删帖 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背后有更大的黑手呢 也引发了舆论的质疑 据大陆媒体报道 原海口市公安局网警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魏依宁因为受惠 在去年12月20号被海口市龙华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令人吃惊的是 案件中行贿者竟然是来自全国六个省 11个地市公安机关的11名网警 报道中说11名网警贿赂一名海口网警 办的全是公事 基本上都是关于各地方政府和官员 不希望被看到的信息 他们以维护政府形象为借口 找到魏依宁帮忙有偿删帖 几年来 11名网警共计向魏依宁行贿高达70多万元 其中行贿最多的是来自湖北黄冈市公安局的 王警彭某 他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 向魏依宁行贿148次 共48万多元 像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的 我们在中国媒体界或者报界 有一个行话就是有偿不新闻 就是说我给你报出去 这个本来很有新闻价值的东西 老板姐也喜欢看 但是对这个当事人试图上有影响 那么你有偿我就不新闻了 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不但这些王警报社的社长准备 你也干得啥 来光一下我就不给你报了 为何外地王警要向海口市王警副队长行贿 据了解 中国最具影响力 最受弱势群体欢迎的两大论坛 天涯社区和凯迪论坛的总部 都设在海口 海口市王警对这两个论坛的网贴 拥有舆情监督 情报收集和信息处置权 对于网站来说 王警就是他们的顶头上司 只要网警一个指令 哪怕是随便找个理由 网站有再多的不满和质疑 也不敢多问 删帖令最多在10分钟之内就得执行 有证据显示 为伊宁利用海口市公安局网警的公共账号 向天涯 凯迪 发送处置指令 完成了280多次 又长删帖 虽然这期利用舆论监控权受贿的腐败案 最终结果是行贿的王警被曝光 受贿的王警被判刑 双方都罪有应得 但有媒体评论指出 行受贿的王警其实都是替罪羊 评论质问 对于行贿方来说 那些动辄数十万的删帖费是谁出的 到底是哪些官员不愿意看到负面信息 他们在非法删帖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为何没有追究这些官员的相关责任 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 另一方面 很多人将责任归咎于假公祭司的执法王警 不负责任的网站管理人员 以及以权谋私的喉舌媒体机构 却忽略了作为媒体监管者的宣传部门 才是真正的后台老板 大陆泡泡网的评论指出 在舆论监控这块美味的大蛋糕中 网警分到的只是很小的一点 大部分利益属于宣传部门 因为宣传部门的权利有两个特点 一是不受制约 二是黑幕化 哪怕是中共组织内部 也几乎没有任何机制来对他制约和修正 大陆资深媒体人 前百姓杂志主编黄良天指出 网警受惠案之所以能被曝光 有可能是负责删帖的网警 与背后的宣传部门分赃不清造成的